生化维基4最初的版本是由神谷因素开发 不过当神谷放飞自我之后 他的作品风格就与生化维基系列打不上编了 直接被老上十三场战士给否了 但是神谷这些角色创意并没有因此埋没 之后他就以这个作品为基础 开发了原精文明的鬼气 这也是为什么48岁的两个50岁出头的当年 看起来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在初代游戏中当吉尔出发天花板下的机关 对阿瑞救出的时候会被吐槽说 太惊醒了又要再吃一点就变成了吉尔三明治 从此这句话就变成了吉尔听众的一个稿 后来卡普空官方也多次玩的 比如生化维基奇事罗尔中 克拉尔可能一道机关系女生 也跟通行莫一拉扯的我差点就变成了克拉尔三明治 希望吉尔能开一下自己的三明治店 除了三明治还有美的出水 吉尔帮尼 生化维基山重置满足 卡洛斯对吉尔的描述就是美的出水 这个完全是本地化的功能 因为英文的原文是 超军可托过程 至于吉尔帮应 懂得各种 很多人都知道李昂有一个外号叫李三光 就是指他的游戏从手道指出 不知强光 怪不杀光 民意炮光 李三光有人说是赛区坑光 李昂在游戏中的驾驶和乘坐过的交通工具 几乎都逃不过 炸毁烧毁 最本名 因此上二一世也对叫做李三光租存记 于李三光原来回应的就是克拉尔 与他会有好感的人物 全部被他克死 要不是爱大王抢走了李昂 不然也会被克拉尔克死 所以虽然克妹很好看 但不要谈贝欧 与克拉尔也相互赢的就是克里斯 他的男队友几乎全部被他克死 只有在撈出人姓美一难 所以也被叫做队友杀手 根据他的名字 玩家有时候也会叫他克里斯 而且克拉尔和克里斯还是兄妹 因此如果克拉尔喜欢上你 同时又是克里斯的好兄弟 那么请您一定要做好富士的学位 王阿姨是真的阿姨 因为生化危机系列的时间线 与现实时间同步 在星座生化九层 爱大王51岁 李昂48岁 在圆满生化危机室中 李昂接到了任务去 营救美国总统女儿艾斯莉 之后几乎全程都要护送他 碍于当时叫智障的AI设计 玩家战斗中必须保护好 手务夫妻自立指挥 抱头下蹲的艾斯莉 一旦他被抓走或死亡 游戏就会宣告结束 整体他血量非常少 还容易被误伤 而且他那如同磨音罐 及其侧耳的尖叫 Help me Leon 更是让人记忆深刻 这些种种设计 让他获得了 艾斯莉这样的 谐音跟外号